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怡,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李政輝正總統今天不只在報紙各大報登廣告,半版的廣告 拜託全國的朋友能夠支持蔡英文 今天在電視的部分,我們也獨家拿到了李前總統的錄音 希望大家聽蔡英文 這個李政總統已經90歲,為什麼他這麼有心,這麼煩惱 到底他影響有多大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今天我們也要給大家看宋楚瑜 今天也有一個肇事晚會在台北市 看人還沒救 這個事情關鍵影響重大 因為宋楚瑜拿多少票,可能決定了這個馬英九能不能夠連任 那麼除此之外,這個馬總統他打的是安定牌 可是黃創下先生今天寫了一篇文章,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誰的安定 誰的安定 那麼另外是,如果國家是一國兩制 也是安定啊 但是你願意嗎 不只這樣 馬總統講的安定跟黃金十年 今天我們看到紓困貸款 勞工紓困貸款增加六成 我們看到股市今天啊 最新的統計是每個人今年賠了二兩成多 也不只這樣,尾牙啊 往年都還募得到錢 今年的這個遊民的尾牙 連錢啊,都募不到 台灣一直說說好,好幾人很好 為什麼有這麼幾人是這麼辛苦 那麼這個今天啊 有關九二共識的部分 因為我看大型的人都出來聽九二共識 那我們要給大家看 在元旦的時候,胡錦濤講了什麼 台灣的八成,你能不能不確定嗎 你是要通用嗎 所以趕快來介紹來賓 那當然今天也有做這個非常多的傳真 那也來跟大家一一報告 介紹來賓,德偉是 《前時報》週刊的總編輯吳國動 王兄,你好 你好,台灣 好,另外呢是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陳其邁,陳委員,陳委員,劉鴻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要選半橋的東區 半橋東區的民進黨的立委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執行長 羅智正,羅教授 王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東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記者,鍾連晃,你好 鳳宜,國務院先生,大家好 以及台北大學工刑系副教授 胡漢君,胡老師,你好 鳳宜好,大家好 好,那麼首先我們要來看的是 李政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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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不是在各大報上公告 如果這樣 他不是各大報上公告 那麼廣告的內容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來解讀 這是他今天在所有的報紙的半個版的廣告 他也到電台去做了錄音 來我們來看VCR 大家好 我是李登輝 拜託支持蔡英文 給台灣一個機會 給我們自己一個機會 拜託 大家好 我是李登輝 拜託支持蔡英文 給台灣一個機會 給自己一個機會 拜託 好 那麼李登輝不只登廣告 鉛筆寫 鉛筆寫這些對蔡英文的推薦 跟他的看法 那麼李登輝也用台語版 跟這個國語版 去推薦蔡英文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徐老師 這個事情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藍營從馬英九 他們那邊其實是非常緊張這個事 很多人講說李賢忠的立場很清楚 可是對很多 我得要說 對很多台灣人 尤其中間選民 只會台灣級的中間選民 李登輝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而且 鉛筆寫李登輝是非常精準的 2000年那時候 連戰輸 連戰認為是怎樣 李登輝是挺阿扁的 2000年是阿扁為什麼能連任 很多人認為李登輝把他手也舉起來 也是有影響 李登輝舉了馬英九的手 他也是當選 對 所以很多人在講的 不只是李登輝的政治理念而已 也對他的出手 其實是很多人很忌憚 因為最近所有政論節目都說 馬英九很遵理 我真的很想call in進去 說他到底誰起訴李登輝的 誰在他90歲的時候起訴他的 當時起訴他不是要壓制他嗎 你現在壓制不成 壓制不成 李登輝大腸還開手術的時候 衝去要見他 為什麼要去見他 關係真的那麼好 為什麼一定要去 而且通知媒體 就是怕李登輝 今天我覺得這個影響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書面 等一下我們剛剛也聽到聲音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李登輝站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講說沒有啦 台灣下影沒有 像以前李遠哲這種下影 洪毅現在重要不是 什麼中間派的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說 你如果讓某一方的選民 甚至讓大部分的台灣人 覺得那個方向是很清楚 是有說服力的 我覺得李登輝是有這個效果 你不要去管他 本來是不是就支持蔡英文 大家都知道他支持蔡英文 可是選前他講出什麼話來 他問你 棄馬寶台是誰講的 是李登輝講的 棄馬寶台有沒有影響力 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選前他在講出怎樣的話 把那個方向確定了 我覺得對馬英九 我敢這樣預言 一定是重重的一擊 來 我們先看一下 拜託攝影大哥來 這個是李登輝親筆 李登輝親筆 那麼也就是說 這是他真正的字跡 對不對 他說全國的同胞大家好 民主是台灣過去2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 什麼是民主 我的看法很簡單 我選舉的時候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生活過得不好 不必選我 所以民主政治就是 領導者做不好 就應該下台 就像現在 我喊棄馬寶台一樣 因為民主政治只有偉大的人民 沒有偉大的政黨 他特別都有話認為重點 民主政治也怕領導人無能 更怕欺騙 如果違法還有司法制裁 但無能欺騙 只能靠選票改變 他又講 國民兩黨各自有自己的歷史包袱 用一個人去否定其他人 這是中國的封建思想 並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他再說 1996年中國打飛彈 就是武嚇 現在趁國民黨選情危急 逼迫政府承認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就是文公 利用台商要在中國做生意的弱點 要求公開表態 挺順從中國的政黨 更是台灣民主的危機 過去我們才藉級用人政策 台灣經濟有這麼差嗎 政府只照顧大財團 但中小企業誰來照顧 工人農民怎麼辦 清零的希望在哪裡 中國必須認清 他們面對的是台灣人民 不是某個政黨 歷史證明不論誰當選 中國都必須與台灣交往 兩岸關係不會劇烈變動 當政黨輪替成為常態 這群精英就是公務員 就是國家穩定的基礎 他說這個時候台灣更需要有能力 堅毅負責任能溝通 對人民有疼心的人來領導 這種特質在台灣女性的身上特別明顯 我告訴過蔡英文要堅守民主 要包容要重用人才 因為民主才能贏得世人的尊重 包容才能團結 國家才會強壯 用人 用人才 政府才有效能 這些我相信蔡英文可以做到 請大家給台灣一個機會 給自己一個機會 李登輝牽筆 來 郭榮兄 李政緯前總統這張公開 我個人頭上非常感動 他某種程度是 有跟小英的大聯合政府進行 有符合到 就是說政府有這麼多人材 你做總統的人應該大量去用這些人材 這都是台灣被用出來的人材 不要再因為政黨 最近美國一樣要選總統 歐巴馬要選年齡 四年前他跟美國人民說 改變 我們做得夠 四年前美國人民要把他檢驗 你到底有做夠嗎 有改變嗎 如果如果沒有 美國人要選你這個歐巴馬 他不是你的共和黨更厲害 還是你的民主黨更厲害 不是 他要看你的總統 到底有那個年齡嗎 所以李登輝政府配三個重點 民主很簡單 民主就是做得不好的人落台 但是台灣又不一樣 台灣一想要給台灣一個機會 我再加一個付出 最後一個機會 這個最後這個你如果沒有把握住 也能夠全都出去了 中國一樣是封建的思想 他跟你講清楚 中國一樣是用過早的 一種想像台灣 任何一個政黨出來這次 中國一樣是打交道 不可能用一個封建思想 我把台灣又放在哪裡 所以李登輝政府不會 用最簡單的口氣來解釋 民主制度 跟大聯合政府進行的意義 但是我想說 台灣人 李登輝這麼高興啊 走你這間報紙上 我不知道你有時間 還是你有認真去討論一遍 問酒嗎 很多台灣人是怕人說 李登輝政府說 你身體健康 有辦法嗎 手勤手一拜 他二拜 大家都感動了 這次政府不會有辦法感動 我們不知道 甚至說這張報紙上去 雖然所有台灣跟他說 我們民主的民主就是這樣 不然最後應該 李登輝政府健康可以 出來跟他們的教導人 再說一次 我相信李登輝這張報紙比較大 是 我覺得李登輝這張報紙 爭取的目標非常的明顯 就是具有台灣意識 或是本土意識的中間選民 這些人 他認為台灣優先 勾台灣的主權 但是他不一定會支持民進黨 他可能在兩邊 在考慮當中 李登輝這張報紙 是沾對這些人 要爭取這些人的選票 有人說 可能這樣沒多少人 其實這次的選舉一趴就算很多了 搞不好最後輸贏 就是在關鍵的那一兩趴也不一定 所以他的目標非常明顯 第二點我認為 很有趣喔 李登輝如果站出來 如果有機會站出來 如果他身體會缺 明天後人站出來 那時候 台灣很多選民 會去想一個問題 他縮縮半年 馬英九選市長 最後一年 選前一夜 李登輝把馬英九的手 抬起來說 這是新台灣人的時候 馬英九當選 但是經過十四年 為什麼李登輝現在要抬起買保代 台灣人會想知道說 那你馬英九你到底做了什麼 讓這個動作是一手幫你勤勤起來 李登輝現在會說 大家不要抬起買保代 為什麼 大家會去想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認為他這個效應 就有可能會去慢慢去發酵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看到這封信 也許有人講說 沒什麼啦 鳳姨你頭上說 這個國民黨一定說 這本來就是 本來就支持蔡英文嘛 沒什麼意外嘛 沒什麼意外 沒有什麼就不用那麼緊張 對 沒錯 這就是我要講的 如果沒什麼意外 為什麼他大腸癌住院的時候 馬英九要在沒有人家家屬 跟本人都沒有同意的情況下 用霸凌式的方法 劇中去便宜一定要去看 李登輝不是不重要嗎 不是沒有影響力嗎 他就是支持民進黨的嗎 那如果沒什麼意外 沒什麼影響力 為什麼你們這幾天 國民黨這麼緊張 說這個不曉得怎麼會 甚至有傳說 他最後一晚上會不會下跪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就暴露 他們心裡的惶恐了 靖林公李登輝對於 具有本土意識的中間選民 他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是 跟大家報告 這是今天 中央社最新的新聞 馬總統今天宣示了 說他連任以後 每半年將與在野黨領袖共商國事 這不是大聯合政府嗎 說過去我錯了 如果當選 半年我們就會見面 千萬不要相信業為 剛才說郭民黨 說尊利 不是只有起訴李登輝而已 九二公事 李登輝已經講了多少次 他還講說是李登輝派版決定 對 馬英九尊 我看他是要給他殺死 馬英九尊 說尊從蔣經國 結果唱個禮卡 不跟蔣經國說 蔣經國沒問我就不說 你看那鞋子跌到這種地步 你說半年還要跟在野黨領袖 不是這樣 蔡祖如你聽得好 你最好是跟我每天求 我百年記一次 不是這樣而已 我最重要是尾一個 例如我們可以討論台灣共識 他不是說什麼 不是說台灣共識就是台獨嗎 那還什麼好討論的 他說台灣共識就是九二共識 那還什麼好討論的呢 這表示說 現在蔡英文提出的主張 馬英九 就只能全盤接收 結果他選到現在為止 選到我們單純的東西 馬英九就是跟進 跟進之後又加一個加油的天處 稍微扭曲一下 其實李登輝 最好他個人對待 搞不好明天我會說 明天他會說我要組成大聯合政府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但是李登輝的法很重要 因為要記得嗎 1990年代的時候 時代達致是怎麼潛伏李登輝先生 民主先生 民主先生 所以整篇民主必須講解說 台灣民主是台灣最大的武器 武器對付什麼人 對付無人欺騙的總統 還有聯合法官是台灣最大的武器 就是民主 對中國的民主是台灣人民嘛 不是政黨而已 所以台灣人民用選票 導出選票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 選票選出來這個政府 所以不用怕 剛才說什麼 戳破馬英九的謊言 因為這兩天他都怕 九二共識 台商店都各社會說 你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識之後 兩岸關係會退步 聯合法官會退步 甚至出現問題 所以整個李登輝的問題 我建議大家認真看 這段時間以來 馬英九所有的批評 從柴英文的批評 他都給我回答 譬如說 你還不跟阿扁切割嗎 李登輝怎麼寫 在民主時代 用一個人去否定其他人 是不對的 對不對 李登輝的官 看到沒有 以上逼正 所以李登輝看得很清楚 我很感動 因為他剛動過大刀 還用親筆寫 而且他動腦筋 要很認真去寫這篇文章 我想他還在關心 台灣最核心的東西 就是民主 所以我跟台灣這篇 不能放棄 我們最大的目標 就是民主這東西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親一人說 這篇蔡英文的氣勢 壓過2004陳水扁的氣勢 有沒有 老實講 我真不知道 不過等一下我們會看 2004年228首牽手護台灣 我們也要給大家看 今天他 割英文的新章廟歷 新竹廟歷 可不是高雄台南 那個氣勢像不像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這廣告